尖沙咀中标行2300万元红劫案 深圳公安拉了三个香港男人和两个内地人 起回部分装物和现金 深圳公安发布片段 三个介乎36至40岁的香港男人 在深圳龙江和福田区被捕 初步显示他们是红劫集团的骨幹成员 公安期后又在他们的住所 起回12只手标和174万港币 以及其他装物 行动中公安也都拉了两个内地人 涉嫌转售装物 事发在今个月1号 三个男人池都红劫 尖沙咀看口道一间中标行 劫走33只手标和6条手带 价值大约2300万 其后一架私家车在洛马州起火 怀疑有人将装物带往内地 早前警方已经在香港 分别拉了四男四女